所谓对台交往准则是2015年奥巴马政府时期 美国国务院制定的所谓美台互动限制规定 起因是时任所谓台北驻美代表沈李勋 在所谓驻美代表处举办元旦升旗 引发美国强烈不满 事后美国国务院发布行政备忘录 不仅禁止所谓台北驻美代表处人员进入美国国务院大楼 禁止在所谓驻美代表处升旗 而且也不准在美国政府机构内展示台湾的旗帜 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国防部 均不得在社群网站上贴出任何具有台湾旗帜 或彰显所谓主权象征的图示 据台湾亲律媒体自由时报报道 蒂凡尼这次提案就是要求终止所谓对台交往准则的诸多限制 事实上所谓对台交往准则近年来已有逐渐松绑的趋势 据中国时报报道 所谓台北驻美代表高硕泰卸任前 踏进美国国务院并与官员合影 尤其今年疫情以来 美国动作频频不断拉拢台湾 如今年4月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布朗在夏威夷主持视频会议 邀请台方人员与来自五大洲的18个国家和地区的空军司令 讨论新冠疫情及今后的合作方式 5月美国众议员瑞森绍尔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迈卡尔等27名议员共同致函国务卿蓬佩奥 声称奥巴马政府所采取的不必要限制准则持续阻碍所谓美台关系 日前所谓台北新任驻美代表肖美琴带着四只猫到华盛顿旅行 并称对台交往准则的解禁将成为工作重点项目之一 而台湾中国时报则表示肖美琴赴美就职 她的指标性任务是与美国签署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 以前台湾曾多次表达与美方签署所谓自由贸易协定的意愿 但大部分人都知道可能性不高 因为美国不愿为此惹怒大陆 现在重染希望某个角度而言 美国是要拿台湾当棋子来刺激大陆 国民党及民代理贵敏则表示 大陆与美国关系恶化势必延伸到贸易上 若彼此在贸易上采取报复性作为 最大受害者会是台湾